那我們怎麼推動呢 我們還是分數位券實體券 那數位券信用卡電子票證行動支付 就9月22號開始綁定 10月8號開始消費 而在超商超市 你在9月25號開始議定 10月8號開始領取 全國有15000多家門市 郵局呢 郵局10月4號在網站或者用電話 都可以一月10月12號開始領取 全國郵局1299個據點都可以 為什麼這樣呢 這個是故意要錯開交叉分流 這也是基於防疫的需要 再次再次期越來 核心 再次期越來